大家好,我是上顿线微素公司的黄宁 在前几期视频中,我们介绍了如何检测NHPSC的干涉时钟率寄含水量 同时也介绍了如何检测NHPSC的恢复含量 如果对这些视频有兴趣,请在我的视频中查找 好的,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检测NHPSC的年度 好的,我们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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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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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